一个时尚大师之后回来来看到在台湾有这一位这个女的这个拍卖网起家的女业者 她呢才27岁那么在去年她的营业的业绩呢就有两亿元 从一个虚拟的店面呢现在要转战到实体店面了 那么赤字了600万元打造一个粉红城堡 为了吸引人气呢她是打出了美女销售员 而且还推出的是两件衣服只要一块钱的福袋来抢购 人潮在昨天可以说是塞爆了 有名众呢就是冲着网络名号而来 纠团来抢好钢一口气抱着了十大袋 她就是网拍女王周品君有着model高挑身材 最爱的穿着打扮就是梦幻公主风 年纪轻轻凭着自己的力量打造出这一座粉红城堡 周品君是南华大学大船系毕业 网拍经历有五年 原本想当记者却在大三那一年误打误撞经营网拍 靠着跟妈妈借的五万元创业金 创造出三亿身价 第一次要去大批货的时候 就跟妈妈借了五万块 结果没想到还剩下三万多块的时候 整个批价都不见了 傻傻想说可能有人捡走了 会再拿回来给我 然后批货老板还跟我说 那是不可能的你太天真了 小大姐个性做生意却很精明 成功的秘诀就是以量制价 直接在大陆韩国设厂直营 省去批货成本 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 年营业额从第一年五百万 到第二年两千万倍数成长 至今第五年已经有三亿营业额 周品君还独创一套虚实整合购物平台 因应不同课程 开口闭口都是生意金 五万元打造三亿身价 周品君不爱穿名牌 最爱的还是自家公主装品牌 成为最佳代言人 中文新闻张品红许绍平台北报道